大陆知名独立评论人是李承鹏 他的新书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签书会一波未评一波又起 即1月12号第一站在成都 他被当局禁言后 第二站13号在北京的签书会 又出现了毛左打人和飞刀的闹剧 接下来一起去看一看 13号下午3点半 李承鹏的新书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签书会 正式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 现场排起了长笼 活动进行到5点多 一名50岁左右的排队者 趁李承鹏低头签名时 突然出手重击他太阳穴 随即逃跑 后来被保安制服 整个过程被网友在微博直播 网友们发动人肉搜索后很快公布 打李承鹏的人真实姓名叫尹国明 微博名称为大众老虎 他曾经是山东德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两年前被注销律师资格 那叫大众老虎的那个前律师 他虽然他公开身份说是毛左 但是我估计他是有组织 有人幕后指使的 又在那种情况下 他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如果真是继续中路了 可能就把他打成怎么样了 再也可能被抓起来 鱼灵或者什么的 之后李承鹏继续签书 到了将近七点 又有一名戴眼镜的男子 手持包在红塑料袋里的菜刀 说要送你 被众人拉开后 他将菜刀针向李承鹏 丢飞刀的男子立刻被查出 网名叫胡扬林717 签书会前一天 他就在微博上和李承鹏枪声 说要送菜刀 原因是李承鹏去年曾发帖 讽刺官方的菜刀实名制 说北京买不到菜刀 对此李承鹏在微博回枪说 菜刀你应该送官媒 胡扬林送刀 那就绝对是幕后主使了 因为胡扬天和人约嫁的时候 他也去了 很多情况下他就参加了 说明他就是一个专业的 甚至就是有官方身份的 秘密身份的一个人 而且他看那个微博上说 他就放出来没事 就配眼镜去了 就说明官方就没有丝毫的处理他 事后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说 打人的引国名字称 因反感李承鹏新书内容 所以借签名之机动手 而胡扬林扔菜刀的行为 更被网友抨击是 调禁滋事 严重攘乱公共秩序 不过 被誉为高级五毛的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法天 则发言挺胡扬林 说他扔菜刀 不能够成犯罪 李承鹏北京的签书 可谓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因为前一天 李承鹏在成都举行的新书发布会 也受到当局的打压和严密监控 李承鹏会前接到死令 不许发言 因此他戴着黑色口罩 现身四川成都一家书店 可能就是一个报复 一个就是他在网上说的那些话 对一些政府的错误行为的批评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他去年参选人家代表 现在可能就是要封杀他 给他制造些麻烦 然后官方可能在借女儿去封杀他 毛左分子捣乱 我认为是不对的 李承鹏是用户宪法的嘛 主张宪政嘛 争取民主嘛 主张言论自由嘛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是李承鹏的首部杂文集 几天前开始上架发售 一跃成为当当网 卓越网等畅销书榜的前几位 李承鹏的新书发布第三站 将在深圳举行 李承鹏的新书置